戈斗世界序,UFC-227,将于北京时间8月5日在洛杉矶举行,2018年8月2日美国当地时间周一,昆仑觉著名女子拳王张伟丽结束了新墨西哥州JW战队的被炸营的训练,乘坐飞机来到了洛杉矶,正式开启了个人UFC首战争程。 与张伟丽同级抵达,还有中国MMA名将乌立级不仁,张伟丽UFC首秀将于北京时间8月5日在洛杉矶举行,对战选手是美国姑娘丹尼尔泰勒,张伟丽VS丹尼尔,泰勒张伟丽,女,28岁,极怪,河北,中国MMA运动员,昆仑觉草量级,银量级双级别冠军,TFC草量级冠军, 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八块腹肌的中国姑娘,一直坚守信念的张伟丽,始终在2.1线江河黑虎搏击俱乐部,下赛场的生活,使得这位美丽的姑娘身体十分强健。 八块腹肌,贝阔肌,宫二头肌,麻将线只要张伟丽稍稍用力,这些肌肉都会迅速膨胀,在一旁有幸目睹的,无论男女都会傻眼。 张伟丽展示八块腹肌,吸血魔,李锦亮,在UFC的擂台上好取次连胜,虽然经历了扣眼风波,但李锦亮强大的擂台统治力依然吸粉无数,身披多条金腰带的张伟丽,此次代表中国最强力量出战UFC,和张伟丽并肩作战都还有MMA凝架屋力及不然。 张伟丽通过个人微博以及朋友圈传达了对于此次赛事的清,松态度和信心,张伟丽肤白貌美的张伟丽,生活中温柔可欣。 可是一旦跃上那台,就变成了对手的噩梦,极佳的战力格斗技术并不是对手恐惧的重点。 可是一旦战斗进入地面缠斗,就变成了张伟丽把控的主场。 狂风暴雨的地面重圈杂技,令每一名对手不寒而易。 至今保持单身的张伟丽,男同胞们你们害怕了吗?